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场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冲突 哈马斯是先在以色列南北两地展开了空袭 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不甘示弱立刻就宣战 最新消息是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辛瓦 稍早已经被飞弹击中住所确认死亡 转头就跑手机镜头猛烈摇晃 因为以色列飞弹一枚接一枚从天而降 火球升天大爆炸还有大楼被连轰三次硬身垮下 以色列F16战机飞一趟短短几分钟 加萨又多了好几堆瓦力废墟 手套都来不及待 水泥快下埋的是亲人邻居 搜救到一半还随时注意 小心头顶 不只住宅连加萨人眼中神圣的清真寺也倒了 无语问苍天 但以色列对加萨窒息是空袭 就是要报复哈马斯在上周六起发动的火箭大轰炸 不只发射火箭 哈马斯士兵还冲破加萨边界 闯进以色列社区杀人绑架 因此周日晚间 以色列政府根据基本法第四十条正式宣战 基本法第四十条 遵取以色列军队自由行动 上一次使用是五十年前 以色列手上先进的坦克军车 全往南部移动 CNN记者直及一座警察局 几小时前哈马斯才在这 和以色列军激烈交火 从地图来看 哈马斯火箭攻击除了炸以色列南部 连圣城耶路撒冷和往北的台拉维夫都没放过 而地面交战区域则是围绕加萨走廊 以色列军周一声称已经夺回当地所有社区 不过还有更多后卫裔军人敢往战区 毕竟以色列不只要提防加萨 以色列面临50年来最惨重死伤 一部分恐怕是军事疏失 不只强大的铁穹防空系统 没能拦截所有火箭 异军情报失灵 错估情势 监导声浪已经浮上台面 TVH新闻众报导 而哈马斯这次还俘虏了大批的人质 初步的统计人数是超过百人的 剧传当中还包括了以色列的陆军指挥官 而另外还有不少的外国籍人士 当中有很多人只是去参加一场周末的音乐祭活动 没想到却成了战俘回不了家 以色列25岁女大生被哈马斯恐怖分子强行掳走 她的家属看到画面崩溃痛哭 这名受害者妈妈是大陆人 有一半华裔鞋统 原本开心参加音乐节 却和男友沦为人质 生命安全岌岌可危 光音乐节中就有200多死 更多人生死未捕 包含这名呈现赤裸被哈马斯游街示众的女子 她的妈妈很快从影片中特殊刺青认出受害者是自己30岁的德国籍刺青师女儿 她还说女儿被绑当晚开始有人倒刷信用卡 现在只求有奇迹发生 到底哈马斯实际握有多少人制成了最大谜团 只怕当中有很多已经沦为枪下亡魂 8号大批失踪者家属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给个交代 而对以色列军方来说 人质越多代表作战任务越困难 不止俘虏人质 哈马斯还直接在街头枪杀平民 甚至连高龄90岁的长者都不放过 有时甚至以火箭推进榴弹朝平民区炮轰 这波冲突也吓坏在以色列当地的游客急忙逃亡出境 目前以色列要求加萨周围地带的村民撤离 预备做更大的包围反攻 除了哈马斯 8号以色列北部由伊朗撑腰的黎巴嫩真主党 也趁乱搅局发射弹样参战 行事势必更加复杂 而尾巴之间的纠葛 其实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双方长期因为领土跟宗教的问题相互敌对 而以色列的联合政府从去年年底开始 就不断地迁就右翼党派扩建定居点 而这是触动了巴勒斯坦的敏感神经 最终是让哈马斯忍无可忍 想诉诸武力解决争端 哈马斯的武装分子骑着摩托车 突破以色列的边境 以军寡不敌众 哈马斯的先锋攻入以色列的基地 试图切断战场通讯 显然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袭击 以色列引以为傲的情报网竟然大失误 有如珍珠港事件翻版 但这可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失误 就在50年前 以色列也因为情报漏接 被埃及跟叙利亚的联军发动了闪电战 打得措手不及 当时的埃旭联军动员了140万人 从南北两路包抄 只有41万兵力的以色列 这场1973年的战役就是 赎罪日战争 埃旭联军试图夺回戈兰高地跟西奈半岛 起初以军节节败退 牺牲了2800兵力才反退逆转 但是这回哈马斯到底为何要发动恐攻 原来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 正常化似乎让哈马斯觉得顿失靠山 选择先下手为强 跟哈马斯同仇敌开的黎巴嫩 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北部的阵地发动炮击 一时之间战云密布 眼看整个阿拉伯世界要大团结 从以色列的邻国约旦 到南亚的巴基斯坦都爆发 反美反以示威 伊朗人甚至还开心到放烟火庆祝 伊朗政府也否认协助哈马斯 但是问题是哈马斯早就被封锁多年 又是谁给的武器 一出手就是5000发火箭 宝核轰炸以色列 哈马斯手上大多是结构简单的短程 卡桑火箭 靠着走私来的原料在加萨境内 花十年秘密打造 哈马斯也有一些忠诚武器 包括M75火箭疑似就是伊朗提供的技术 还有另外一款R160 可能就是叙利亚秘密援助 西方国家也意识到哈马斯背后的水很深 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竟然没有办法 全体一致选择哈马斯 其中俄罗斯跟中国的态度暧昧不明 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 当面给大陆外长王毅难堪 要大陆别再姑息恐攻 不过外媒就认为 继乌尔跟尾巴之后 下一个引爆的火药库 可能就是朝鲜半岛跟台湾海峡 要是全球动荡不停 恐怕真的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提供选中不老 再来看是商场上的大战了 大陆电动车强势进军欧洲 今年上半年 大陆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 就突破了82万辆 成长率超过了五成 而市占率更是来到了13% 像是在慕尼黑车展上 像比迪亚这样的大陆品牌出尽了风头 已经可以跟特斯拉捉对死杀 优雅流线外形 时尚设计充满未来感 欧洲规模最大的 德国国际车展IAA 今年超过四成参展厂商 都来自中国大陆 强悍的造车实力 让东道主德国光环尽失 全球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占据最显眼的摊位 现场满满人潮 对畅销车款 SEAL和SEALU相当好奇 近年大陆车厂在欧洲 默默压子划水 万媒路透社指出 累计今年1到7月 大陆电动车已在欧洲 卖出82万辆 成长率55% 在欧洲新车市占率来到13% 我印象中大概在德语区 会买那个机程车 可能都算币 尤其是宾室的测试为主 可是前几年 我们在欧洲出差的时候 已经发现像比亚迪的电动车 他当地的机程车公司也在用 所以比亚迪进欧洲 他其实不是这两年才进去 他其实已经通过一些经销商 还有其他的管道 他们早就卖进去欧洲 除了比亚迪 未来小鹏汽车对欧洲磨刀祸祸 浙江新创电动车品牌 林跑汽车也宣布 未来两年将针对欧洲 中东 美洲等市场 推五种车款 并祭出超低入门价 挑战特斯拉的企图心 不言可遇 我们在中国在全市场合作 是因为我们在专业的 最主要的商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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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000-$27,000 其实是一般主要的商业市场 这个也是欧洲现在很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他们在IAA看到 中国的电动车 不管在制造的品质 续航力 甚至电池的自主性上面 其实都比欧系的车厂来得好的时候 他其实就在怀疑说是不是 这个成果是过去中国政府 大力做投资做补贴下的产物 如果这个补贴行为还是持续的话 有可能对于欧洲车厂 在中国或是在欧洲本地 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那这个就会启动一些反倾销的调查 大陆车企工程掠地 其中比亚迪已超越特斯拉 成为产业霸主 调研机构Digitimes最新报告显示 去年比亚迪销量超越180万台 远胜特斯拉的130亿万辆 18.5%的市占率遥遥领先 光今年1到6月 市占率更扩大至20.4% 横甩特斯拉的15.2% Digitimes预期 今年比亚迪销量 渴望冲破300万台 与特斯拉差距进一步扩大 比亚迪本来他已经有 比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 所以说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很多领先的技术 比如说像刀片电池 或者是DMI混动的一个平台 等等相关的技术 如果是能够把这些技术 应用在相应的产品上的话 它可以为用户带来 更加舒适的驾乘体验 专家分析 比亚迪车海战术奏效 产品线涵盖低阶 中阶高阶 价格清明是胜出关键 不过现阶段 九成销售仍局限于大陆本土 拓展海外销量 才能站稳龙头宝座 可能大家对于中国车企的理解 或者甚至还停留在说 性价比比较高这样的维度 那如果是他想要获得更多市场份额的话 也需要能够在品牌上 进行更多的布局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他有推出仰望方程报 等等相关高端豪华的一些品牌 从而形成更多的品牌矩阵 然后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用户的需求 菲律宾大型财团Ayala日前宣布 将成为比亚迪经销商 冲刺当地市占率 目前东南亚车市 仍由日系品牌称霸一方 比亚迪濒临城下 版图如何变化 外界拭目以待 TV别新闻何嘉阳 在元丽台北报道 讲到了车子 车险该如何投保最适当呢 专家就建议了 应该要先保人再保物 所以第一顺位是强制责任险 加上任意第三人责任险 再来是窃盗险 而最后再来考虑是车体险 如果您是新手驾驶的话 会建议购买乙式的 保障范围比较广 也更能够安心上路 这个就是我每台车的保单 我如果买新车的话 每台车大概都是全险 那所谓的全险的话 主要指的是车体险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车体损失保险 那我大部分都会保乙式 秀出车险保单 汽车达人曾艳豪 除了基本的车体险 强制险 第三责任险之外 投保项目 零零总总加起来 多达近十种 在车理险之外还有附加险 那附加险大概也会保个五六样 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超额的责任险 包含财损以及赔人的部分 因为无论你的车是新车旧车 特别是旧车很多人都只有保强制险而已 但强制险其实理赔的范围很小 除非你撞到人 然后才能赔人嘛 但是理赔的金额也很少 其实通常是你要资讨药包 非常多才能解决你面临的困难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会建议大家超了折身险 一定要保人的部分跟财损的部分 都要保到一定的金额 曾艳豪一共有八台车 一年保费约二十万元 为自己的爱车量身定做最适合的保单 但由于车子不止自己开 也时常借给别人 因此特地加保车体免追偿附加条款 多一层保障 什么叫免追偿险 就是我们保险呢 其实都有限定驾驶人的 就是比如说我的名字 和我直系亲属可能会赔 但是如果像我的员工 帮我开车的话 可能就不赔 所以我一定会加保一条 叫免追偿 就是他不问驾驶人是谁 他只要符合保险理赔的条件 他就会赔 这个是我们每台车都会保的 这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 开车上路必有风险 无论车子本身或是车主 加上每逢连续假期 在车流大车速快的高速公路 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专家建议 车险投保掌握 先保人再保物的原则 第一顺位先保强制责任险 加上任意第三责任险 再来是窃盗险 城堡以汽车为主 等预算充足时 最后再考虑保车体险 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你购买保险的时候 首先第一要去考量的 法规强制要求你保的强制责任险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 第三人责任险 这块的部分是我们建议 大家应该是有险考虑 然后呢 再来考虑保车 再针对我们一般讲的车体险 不管你保的是假式 乙式 秉式 透过车体险的一个购买 然后把这块的风险 转嫁给保险公司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建议上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去做思考的 那在出游过程当中 一定是人的因素占大多数 所以会更建议大家 在车险规划上 不单单只是为了出游而已 而是在平常道路上 也会建议大家把所谓的驾驶的伤害险 加入我们的车险当中做规划 那当然如果出游过程当中 你的车上时常会载人 所以也会大家建议车主 纳保所谓的我们的乘客险 另外车体损失险的部分 分成加以丙三种 差异在于城堡范围 但一般来说 新车或中古车 保乙式车体险就绰绰有余 乙式的车体险 可以给我们比较多的保障 比如说你跟其他物体碰撞之外 包含如果你今天停在 车子停在路上 那今天如果一栋建筑 突然有一个坠落物掉下来 等等 那这一块如果真的找不到 对照应负责任的时候 你保乙式车体险 也是可以获得保障 发生火灾 发生了一些爆炸这一块 造成你车辆有损失 那再针对火灾跟爆炸这一块 乙式都可以做一个赔付 如果买的车子是真的不熟悉 那建议买乙式车体险以上 这样子会对我们自己的车子 比较有保障 对于中古车的话 我们会建议客户一定要加购 一个叫保固险的部分 中古车买回去 有什么样的状况不知道 但是确保的话 我们可以买一个保固险 给自己一个保障这样子 车险不适有买就好 事先做足功课 才能为自己和爱车 打造安全的防护网 TVBS新闻 严闻生 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